早在他们进城之前 我已经藏到了暗处 即使你们那个时候 回来也找不到我 我们已经在城城待了几天了 一直在东躲西藏 一方面是防止被共党追捕 另一方面是找机会 营救我们的同伴 跟我们一起营救庄科长 的是党通局的人 他被共党俘虏的时候 听到了共党要押送一名 我们的重要人员 去军管会受室 后来他趁今晚不言 逃了出来 遇上了我们 当我们得知这个消息之后 就决定在半路上埋伏 这才救下来专科长 我早就有为党国 杀身承认的据悟 现在你们救了我 我会继续为党国誓死效忠 自助者天助之 各位如果没有为党国 尽忠的心 也很难回到组织中来 我代表保密局西南特区 欢迎各位回来 程区长 客气了 党国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既然各位回来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 加入我领导的地下潜伏组织 谢谢程区长 谢谢程区长 下面的房间家居已经安排好了 你们去吧 是 程区长 我也下去了 Entwickl for me 想不到这么多年 又见面了 没想到啊 这个时候你还回来 我还在这儿 咱们俩算不算是缘分 可能是命中注定吧 之前时局那么乱 我还以为 你脱离保密局了呢 沐兰靖 回头聊了 这是给你们准备的房间 你们看看是 一起住呢 还是分开住 我有点累了 先去休息 你们慢慢聊 赵俊兄 我跟他还没到那一步呢 理解 理解 去吧 感情吗 需要慢慢培养 等着吃你的喜糖啊 好 对了 赵俊兄 这段时间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呀 这外面共产党天天抓捕我们 这么足以代比不合适吧 这刚来就这么着急要任务 区长很快就会有大动作 大动作 大动作 你不觉得赵云飞和陈玉婷值得怀疑吗 你看出什么了 赵云飞她能脱离保密局组织 虽然说是一道胡宗南手下电讯组工作为理由 但谁又能保证她一直在我们监管之下 赵云飞在西岸的那段时间 其他电讯组的人抓获了空档的潜伏人员 而且执行了处决 她能脱身 起码在西岸期间 没有被抓住什么了 第二 我们沈阳的潜伏组织彻底被破坏了 他们两个是怎么逃出来的 为了沈阳的那次铁路报告 我当时真的 真的准备牺牲掉陈玉婷的 她现在能活着 估计又是赵云飞设法救了她 还有第三 共产党抓到重谣俘虏之后 从来不轻易吐出来 你不觉得你的获救太过容易了吗 这可能是因为 共产党他们自认为 已经夺取了争权到处是他们的地盘 所以一定要以惊喜了 想不到你竟然会替别人辩解了 现在是非常时刻 我们一定有万分小心 谨笑甚微 笑什么跟我说吧 好 好 玉婷 玉婷 这几天你也累了 要不然早点休息吧 我前几天穿的救命药太脏了 身上都起疹子了 正准备出去买点药缸呢 没什么事儿 先回去休息吧 好 好 还给我演呢 你说那个名单 会不会在长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 很有这个可能 现在看来 这个地方应该是他们的临时指挥部 不过我们现在身在非朝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要小心谨慎一些 那来一个吧 小姐来喽 啊 要一个 满足啊 我啥子要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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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小姐啥子 怎么了 这车都采了什么东西了 没事吧 没事吧 没事 好玩儿了不要害羊 好玩儿了 我们已经打入敌人的内部了 晓风其他同事没事吧 那天为了让专门交消息 下手挺重的 那小子没事 这两天出不来把她憋坏了 那我就放心了 晓晓很狡猾 在我跟云飞的房间里 都安了几天气 刚才还派了特务跟踪我 被我摔掉 千万不要着急 一定要保证自己的安全 要确保自己能全身而退 明白吗 放心吧 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一定不会保证自己的 告诉你们一个消息 李津平在执行任务的时候 被一个敌特人认出来了 在他落单的时候 落入了他们的圈头 根据可靠消息 就关在贸易楼必须尽快营救 我会尽快传达给云飞的 落入了你们的情况 只有你们要不得清楚 在我警长称臣的前提下 明天晚上九点配合营救 没有问题吧 一定完成任务 好 我走了 我走了 你们怎么来了 这么晚了 是约了人喝咖啡啊 玉婷 终于买到了 跑了好几家店 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不是我说你们 你们不能再像过去一样 我心我素了 现在是特殊时期 上面交代了 必须要跟过去的中共地下党一样 再暗处行事 不是不是 就这么点小事情 这程局长就让你们俩过来 特意通知一下 现在这种时期 可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是这么点小事情 公子哥 你能打起精神吗 我还就喜欢那这广角啊 我们先走了 走了 走了 当国花重金培养了你 把你派到延安 你却反了水 抓了我们那么多人 不但不收手 反而到重庆来接着抓 你今天呢 如果不好好赎罪 恐怕就很难再活着出去 紫月 昭文道 息死可以 我李津平 早就看淡了生死 你真的以为这天下 现在是共产党的了吗 你错了 美国人会帮我们打回来 天下到时候还是我们的 告诉我 来重庆的共党大领导是谁 带了多少包围的解放军 不知道 我警告你们 不要再搞什么暗杀的阴谋 你们不会得逞的 立马到军管会公安局自首 共产党 会宽大处理你们的 可以 应该左右 想?". 给你 我说 听说陈俩 的经验是一龄 极双制的 现在投靠了共产党 李津平你听说过吗 是条汉 打了那么多鞭子 一声不吭 这种事情引人在我们审讯处 不是经常见到吗 现在我都看得下去了 你怎么看不下去 那时候是什么时候 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那时候的党国 多少土地 多少装备 多少军兵 到最后呢 一百土地 给自己记忆得吧 不想让这个人死在这 日后我们落在共党手里 到那时候 恐怕连自己的小家庭 都保不住了 你上回不是跟我说 咱们城区上有大动作吗 我给自己装着胆不行啊 给兄弟鼓舞士气不行啊 行 行 知道为什么要抓李津平吗 是要从他嘴里撬出东西 最近 有一个大领导 要从北京到重庆 他们想暗中刺杀 走了 好 特务动了刺杀来西南视察工作领导的心思 赵云飞知道 得抛出足够让特务们闻风而动的鱼儿 刘家俊也是可以争取的 赵云飞需要上级批准自己大胆的方案 你想说吗 你想说吗 我知道共产党大领导要来重庆 我再问你一句 谁 什么时候来 你即使不说我也会想办法知道的 干什么 大楼被共胆攻陷了 程局长 你还是信不过我跟玉婷 这话从何说起呢 我非常看重你的才华和能力 也欣赏玉婷的敏捷和身术 那为什么曹顺跟庄媚娇出去执行任务了 我和玉婷还在这儿吃闲饭呢 之前程局长不是说过吗 现在正是勇人之急 李金平 云飞这是求战心切啊 曹顺跟庄媚娇是去查 这个共党不愿意说的事情吧 我和玉婷也能从旁协助一下的 你能够把被抓的这共产党 与曹庄两人的行动联络在一起 足以证明你的推理和观察分析 都没有问题 我同意你的请求 有什么情况及时下我汇报 好 还以为你会逼我早到呢 遇到点事 赶紧办正事吧 好 二位是要去办什么正事啊 当然是办我们该办的事了 不过曹队长要做的事情 不会是要盯着我们俩吧 现在所有人都在查 共党高官的行程安排 装媚交在码头 你们俩不是要去机场吗 我们来这儿 这是为了打探消息 机场有一个调度员 突发疾病 住院 与其去机场 不如来这儿讨他的话 这样 三个小时以后 不管打探到什么消息 我们树林见 三个小时 行 别说啊 你穿着衣服啊 挺像那么回事的 像吗 其实啊 小时候 我父亲就希望我长大 做一名医生 巧了 我小的时候啊 总去医院 就希望自己啊 也可以当个护生的 你说 这要是生活在和平年代 没有战争的话 我们是不是会 以这样的方式见面 也许吧 走吧 刚接到眼前打了电话 赵文飞 陈一婷 在机场附近活动 可能是想通过机场的消息 来查共产党 来重庆的具体事件 这倒是个思路 那个李津平还那么死婴吗 是 看来没什么用了 立即杀掉 免得夜长梦多招来解放军 我这就去安排 你亲自去办 记住 一定要谨慎 我马上去办 我去办吧 你现在不能跑到露面 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不快 你撕去 你只要去打 请我 你不给买 你还可以 我怎么干嘛 都要在cio 我去找我 突然没有牢房 小医院也没有 空荡荡的 一眼就看到底了 程晨应该是已经把她给转移走了 但应该还在这栋楼里边 那进楼上 找找看吧 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再抓个舌头位 好 放开车吧 一楼有没有发现 没有 没有 难道不关在这儿吗 请 陈局长下令立刻处决李津平 派梁兄弟在楼下等我 戴上佩戴的消音技术枪 我们的计划都骗一下了 他们刚刚说 要处决李津平 走 打开 撤 走 走 李津平 现在马上送你去你们所说的新世界 没有你们的世界 才是新的世界 小心吧 津平 隔着来 有这次营救 要是你们无法 名单在哪儿 没事吧 没事吧 马上就出去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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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救出李津平后 孙刚指示赵云飞 组织已经做出部署 可以抛出鱼儿 等着敌人上钩了 正好九点 怎么样 谈判到什么消息了吗 后天下午三点 共挡游民重要的人员 要到达重庆 这消息准了 这个调度员啊 一直嚷嚷地要出院 说这几天啊 这机场每一架飞机的降落 他都得亲自盯着 还说军管会的人 会亲自来接这名首长 这名首长叫什么来着 什么农 李克农 对 就是李克农 说他是亲自来督办 这个西南遗留潜伏特务的工作 我们俩商量了一下啊 这功劳也不能我们俩独吞 既然你也在这儿 到时候程局长问起来 就说这消息 是我们三个一起打他们的 我们俩够意思吗 我就说吧 还是你们小两口会办事 我们俩够勉竟然 说明点华 你俩够勉童谈 《华园?》 我俩够勉童谈 在家里里里里里里来 这两口엔 我俩够勉童谈 进 特派员 我们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一会儿我也有个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昨天半夜 有人闯进秘密牢房 杀死了李副官 劫走了李津平 谁干的 谁干的 你昨天去干什么了 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啊 你们去干什么了 我们一直按照您的吩咐 来调查共党来重庆的目的 整个一个晚上吗 没错 我们一直都在机场 从六点到九点 这个地方已经暴露了 之所以没来抓我们 是因为共产党喜欢欲擒故作 他们是喜欢玩心理战 要我们自己先害他 但越是这样 我们越是不能软弱 为了后面的工作 我们必须马上隐蔽 你想转移 转移 转移 在这里我们的设备呢 全部转移 我马上安排 你刚刚说有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啊 是这样 据可靠消息 三天之后 有共党高官来重庆 审查反特工作 而且 而且什么 而且很有可能是李克农 这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查出来的 李克农 这个中共秘密战线上的重要人物 他所经历的战争 都是没有萧嫣的特务战 他所有的成就 都是整个网密局 乃至整个党国秘密战线 这么多年的血泪和恩怨 是该做个了结了 如果我们要强行包围 取得那本名单哪 其实要抓捕他们并不难 难正难在 怕他们销毁名单 我们一定要拿到 敌特的潜伏名单 交给军管会公安局 然后再把他们遗忘打击 这一点我想了一想 我们就找一个他们外出活动的时候 让玉婷潜伏到办公室 刘家俊长官派我来接你 他已经带人去公路桥安置炸药 我们在外面打掩护 给他争取一道足够的时间 我会迅速行动的 好 我来帮忙 不然 我来帮忙 我会返回 我来帮忙 我来帮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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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